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是爱我吗 我还给她 我不过是上不了谈恋的上门女婿 怎么配呢 晚上十点 江城电影院见 难得周末休息 贺泽言一条短信 我又得出门打工 贺泽言靠宋雨薇的钱在娱乐圈混了三年 演技差 机遇差 稳稳定位十八线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宋雨薇微逼下 我给她当助理 她会给我发工资 她经常二十四小时使唤我 去年除夕 宋雨薇难得在家 贺泽言就打给我 让我去送感冒药 那晚大雪纷飞 我把药和人都送给贺泽言 我很快乐 又有点落寞 电影院 年轻学生扎堆议论 我好像看见贺泽言了 据可靠消息传 她包场一个VIP电影厅 红已婚妇婆女友呢 包场 会不会很刺激 我抽了抽嘴角 这几个孩子真胆大呀 说不定真会闯进去 刚好撞破宋雨薇和贺泽言情到深处 宋雨薇心里 贺泽言单纯天真 脸好身材好 她不会介意贺泽言被拍 被黑 只会怪我工作不利 而发疯的贺泽言会扣我工资 因此 我绕过几个学生 和电影院工作人员沟通 利用宋雨薇的资源 多加几个保镖守在电影院门口 确认防御无漏洞 我走进电影院 大屏幕放的是刚上映的商业片 宋雨薇杂钱让贺泽言演了花瓶配角 是的 花瓶 贺泽言堂堂大男人 吃软饭也只能当个男花瓶 第五排最佳观影区 宋雨薇正挑起贺泽言下巴 蜻蜓点水一吻 不得不说 宋雨薇长得很美 在小鲜肉贺泽言面前 她气场不输 我随手拍下这一幕 就 评赏新月幕 微信刚好弹出消息 是贺泽言 来了吗 看来贺泽言开始迫切地想入坠到宋家了 我没回 继续观察 宋雨薇不约贺泽言分审玩手机 捏住贺泽言下巴 继续亲热 我 辣眼睛 难道贺泽言觉得 我看她直播讨好宋雨薇 心灰意冷就会提离婚 可当初是宋雨薇逼我入坠 将我的尊严踩在脚底的 她还没折磨够我 不会轻易离婚 我突然觉得没意思 回复贺泽言 贺先生 不好意思 请个病假 陆陆会来 赵陆是贺泽言另一个助理 年纪轻 喜欢听我的 发送成功 我手机关机 拒绝听她发飙 离开电影院 我沿着江边走 爬上栏杆吹江风 我喜欢过宋雨薇 宋雨薇是强势又优秀的女人 她对我一见钟情 也不惧怕世俗目光 轰轰烈烈追我 我心里负担重 多次拒绝她 但她弃而不舍 打动我的 是我发烧上班时 她强味到我嘴里的水和药 可惜她的深情时效太短 也好 第二天一早 我被手机铃声吵醒 是赵璐 琛哥 网上爆料贺泽 言插阻你 和宋雨薇婚姻 视频都有 势头很猛 我不知道怎么将热搜 不过贺泽言 活该被骂 琛哥 你真的太强大了 不仅能在她手下工作 还能心平气和地看她做妖 折腾赵璐年 轻正易感爆棚 痛批小三 她的老板 我挺感动 你别怕 我来处理挂断电话 我立刻点击赵璐发我的微博 爆料视频 总共两分钟 从我看到的浅淡 一稳到深入 最后一幕 宋雨薇的手 放在贺泽言腰上 后续不言而喻 弹幕很不客气 就差拖了吧 镜头前 镜头前还装唇呢 说什么妈妈 不让她录伏机 小三必死 贺泽言滚出娱乐圈 对方还爆出 我坐在江边栏杆吹风的照片 了十八线小鲜肉 在电影院出阁 讨好已婚富婆 细致三当三 逼死原配的狗血标题 有人跟踪我 挺惊悚 我滑到评论区 置顶热评有骂 贺泽言和宋雨薇的 也有身巴宋雨薇的家世 贺泽言不太光彩的上位使的 我这个跳江的原配 几乎无人提及 这次的爆料 似乎不仅针对贺泽言 难道是宋雨薇的竞争对手 我犹豫片刻 还是把袁博和我的猜测 发给宋雨薇 他没回复 估计没放在心上 我也不急 开始准备为贺泽言紧急攻关 我正忙 贺泽言发短信挑衅我 陆琛 我掉电影院监控看到你了 看宋雨薇喜欢我 你嫉妒吗 哈 我以为你不知情 原来是你能忍 宋雨薇根本不爱你 你识趣点 脱掉绿帽子 跟他离婚吧 我心里烦躁 没什么耐心 转发他爆料微博 贺泽言 我的位置 拍不出这么高清的视频 我简单洗漱 和照录视频 忙到中午才算告一段落 期间 贺泽言接连打我电话 我完全可以想象 贺泽言抓狂的可悲模样 借口忙 不听他骂 也不安慰他 又检查一遍发出的声明 我再次研究热度爆炸的原博 最终决定联系爆料的博主 询问视频来源 但发出的私信犹如石沉大海 算了 先休息吧 我有点感冒 随便煮碗水饺 吃完就躺床上补觉 我睡觉前 宋雨薇飙车回家 把我吵醒了 等他冲上楼 破门而入 我已经换好衣服 他披头盖脸质问我 陆琛 你以为毁了贺泽言 我不会找彭泽言 唐泽言 李泽言吗 这人追我时 看我脸色不好 嘘寒问暖 礼物不要钱的送 现在 巴不得我死 我不会那么天真 我插在口袋的手 打开录音笔 我也知道 你虽然喜欢贺泽言 但你不会为了贺泽言放弃 你好不容易拼来的事业 这么多年 你不断为贺泽言投钱 肯定希望回本 这部电影 贺泽言戏份少缺讨喜 有机会翻身 这次的丑闻 影响了贺泽言的商业价值 甚至可能影响你公司的股票 你才这么生气 对吗 他每次想寂寞我 不是用倒贴坠续羞辱我 就是砸钱捧贺泽言 他可能不知道 这两件事都不会伤害我了 我只是想和平离婚 宋雨薇似乎有点诧异 只强硬地说 你知道就好 我继续谈判 你当年要我找的真相 我找不到 但我入坠三年 你在外面找情夫 甚至回我前途 强迫我给贺泽言当助理 你看到了 我的生活痛苦平淡 又鸡飞狗跳 更赚不到什么钱 你应该消气了吧 你别激动 我不是希望你原谅我 我是想跟你谈条件 如果你答应 我会尽我所能 洗白贺泽言 并帮你挽回形象 宋雨薇冷漠 你的条件 我要跟你离婚 放心 我不分你财产 就按婚前协议 贺泽言要付我工资 你也要给我一笔封口费 他讥讽我 你痴心妄想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疯狂震动 宋雨薇冷着脸 去阳台接电话 再回来 他妥协 行 我答应你 我按键保存录音笔的录音 你先付定金 我听你安排 宋雨薇挺大方 一下子转我十万 宋雨薇吩咐我 换件拿得出手的西装 跟我去趟公司 我配合 行 我简单洗澡 换上最贵的西装 宋雨薇满脸不耐烦 又没贺泽言年轻 换的衣服磨磨叽叽 我 忍了 他又盯紧我换下的外套 你故意去江边的 难道他发现录音笔了 我努力镇定 舆论不好操控 我为什么要冒险 你可以查我手机 贺泽言的丑闻 与我无关 文言 宋雨薇拿起我放在床头柜的手机 开机 输入密码 一番检查 我手机密码是他生日 满足他需求 扮演爱他 又依附他的坠序 离婚后 我不换就是狗 过了两分钟 他把手机扔给我 警告 最好别让我察觉你耍花样 我敷衍 你知道我不敢 你最好真的不敢 宋雨薇又在暴怒边缘 不把事情处理好 你死了 我也不会给你收尸 我怀疑他有狂躁症 哎 怎么不想开点呢 放心 我会死得远远的 何况人死如灯灭 死后如何 我不关心 我借口整理房间 趁机收好录音笔 别弄了 宋雨薇突然拍我手臂 我要看你的方案 行 我和赵路芒一上午 已经整出出稿 我直接发给他 见他表情不悦 我解释 现在只能先降热度 最近你有没有什么公开活动 三天后 赵家的慈善晚宴 我点头 我陪你去 我能配合你的一切言行 行 宋雨薇关掉文档 又扫尸我全身 语气高傲 跟我走 好车上 我继续尝试联系爆料博主 又是无效沟通 刚到公司楼下 我就收到一条匿名短信 你确定要帮宋雨薇 他婚后不忠 我下意识打过去 无人接听 我正要回短信 就听到宋雨薇难得温柔的声音 你忙什么呢 寻声望去 只见宋雨薇站在豪车旁 应该在等我开车门 工作开始了 我连忙给他开车门 他请笑嫣然 谢谢老公 我陪宋雨薇参加完公司活动 他和我一起回家 盯我工作 我 我既没有导出录音笔的录音 也没有深入思考 谁发的匿名短信 半夜 贺泽言一通电话 叫走宋雨薇 我才回复 我要帮他 对方居然秒回我 我想见你 我瞬间警惕 你是谁 这人不会是突破我不下的防御 拍下宋雨薇和贺泽言接吻视频的人吧 对方坚持 我想见你 朝露晚上十点还跟我吐槽 今天撤热搜十分困难 现在看来 大概和这个人有关 不过 我一个大男人 怕什么人生危险 赚到钱最重要 所以 我问装神弄鬼的幕后人 现在见你 他再次秒回 爆料微博已删 我立马打开收藏的链接 已经失效 感情他真是高冷的爆料博主 我积极询问见面地址 半个小时后 我目赶到他指定的包厢 守在门口的年轻小哥 递给我一个眼罩 我配合戴上 被人推进包厢 我迅速适应黑暗 我主动问 你是谁 你能听出来吗 女人的声音婉转动听 我以为是个男人在幕后装X 结果对方极可能是个美丽温柔的女人 我对声音敏感 印象里没听过她的 因此 我回答 我不认识你 她扶我坐下 那以后再认识 我问 你为什么帮我 她没有回答 帮我泡茶 我觉得莫名其妙 但我也不想激怒她 麻木配合她 可能她在包厢里动手脚了 我居然睡着了 我惊醒后 第一时间想摘眼罩 一只温暖光滑的小手按住我的 别摘 原来她没走 不好意思 我睡着了 没事 我坐稳 你不会再阻拦我 洗白贺泽言 对吗 我会帮你 宋氏呢 沉默良久 她说 也帮你 在年轻小哥的帮助下 我摘下眼罩 才知道已经天亮了 我走到附近的早餐店 点了一颗蟹肉小笼包 和一碗甜豆浆 我边吃早饭 边看网上舆论情况 她动作很快 搜贺泽言 已经没有任何负面的关联词 我特意浏览贺泽言主页 骂她的热评 全都消失无踪 我吃饱喝足 开车回家 宋雨薇脸色紧绷坐在客厅 见我就讽刺 陆琛 你出去见哪个野女人了 双标狗 忘了自己大半夜去见贺泽言 我才有空搞小动作吗 但她现在是假方 不能惹 我解释 我是盲将热搜的事 不信你检查 只有几个人 还在坚持骂贺泽言 新的热搜不停冒出 他们会转移注意力的 宋雨薇更生气 抬手将档案带扔向我 陆琛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是什么 我来不及躲 划出的照片 割伤我的脸 看到陆陶的笑脸 我顾不上擦掉血珠 颤抖地抓起散落一地的照片 总共六章 从陶陶早上去幼儿园开始 到陶陶放学回家结束 你把陶陶怎么了 陶 陶 宋雨薇拿起烟灰缸砸我 你叫得可真亲热 我接接试试爱着 求她 宋雨薇 你别伤害孩子 我奢望过正常的爱情与婚姻 宋雨薇为了闺蜜报复我 用她的钱和权逼我入坠 婚后又折磨我 我已经放弃了 我赚钱 存钱 是想等她解恨了 和她离婚 回老家养陶陶 我生怕宋雨薇会打骂陶陶 顶着额头的血下跪 雨薇 你别伤害孩子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陆琛 我收到这份档案 还觉得你没有这个狗胆 现在我明白了 你敢 你陆琛什么不敢 敢杀人 敢有私生女 宋雨薇两眼通红 恨不得杀了我 我飞快解释 雨薇 之前你追我 我拒绝你 就是因为我有陶陶 陶陶是我初恋 用命生下爱的女儿 我不会放弃她 我怕你介意她的存在 但不管我怎么拒绝 你总是那么热情 贴心 我躲不开你 忍不住喜欢你 每次我想和你坦白淘陶的 都会有意外 我下定决心和你坦白时 可沈烟烟出事了 你觉得我害死了沈烟烟 恨不得我死 我还能告诉你吗 察觉宋雨薇脸色缓和 我继续说 雨薇 贺泽言的事情进展顺利 我们很快就会离婚 我会带陶陶回老家 宋雨薇问 陆陶是你的女儿 我一愣 答 是 她立刻发飙 你还骗我 我是你第一个女人 我沉默 宋雨薇气的踹茶机 稍微平静点 陆陶确实在我手里 等你处理好贺泽言的丑闻 钱 我给你 陆陶 我也还你 说完 她又把录音笔扔到我脚边 别再算计我 我惊讶 你在家里装监控 昨晚我着急出门见了一个女人 没忘记调出录音保存到电脑 然后藏好录音笔 除了宋雨薇装监控 我想不到其他可能 宋雨薇并没有否认 顺势警告 别再耍花样 我请求 我想渐渐淘淘 别逼我 她音策策瞪我 我连忙说 行 不见 我先帮你办事 结婚三年 宋雨薇一个多月回一次家 基本直奔主题 没有正常相处 但今天她发泄完怒气 留在客厅 拿出笔记本忙工作 她这是要监督我 我平复情绪 你在家吃饭 她冷淡 嗯 那我去做饭 随便 我快步走进厨房 怕有监控 趁着开冰箱选食材 想打给奶奶问陶陶的情况 发现五分钟 前堂哥给我发过语音 我转为文本 快速浏览 堂哥说 放学没接到陶陶 四处找不到 准备报警 他要我回去一趟 看来陶陶 真在宋雨薇手里 我心急如焚 不敢再激怒宋雨薇 我回复堂哥 哥 不用报警 我让朋友去接陶陶的 堂哥秒回 你老婆能接受陶陶了 太好了 你又是入赘 又是照顾他起居 支持他事业的 他在小气 就说不过去了 我平静地回 谢谢堂哥 收起手机 我选出宋雨薇 爱吃的蔬菜和肉类 开始做饭 宋雨薇监督我一整天 晚上突然抽风 坐在我腿上 可能是恶心我 他一直说 贺泽言有多听话 多懂事 多厉害 他成功了 我面如土色 他高兴了 不忘讽刺我 婚前有私生女的人 还嫌我恶心呢 我一言不发 我知道 我越说 他越生气 现在陶陶在他手里 我没必要激怒他 终于 贺泽言需要他 他离开了 世界安静了 手机突然震动 我拿起 刷各种资讯 赵路汇报 贺泽言丑闻进度 舆论已经发生逆转 起因是有人发帖分析 贺泽言和宋雨薇的亲热视频 是造假的 并给出原视频 被千万粉的博主转发 成功登上热搜 我看着所谓原视频里 在电影院亲吻的陌生男女 佩服幕后人舍得砸钱 虽然有黑粉坚定认定 这是资本洗白贺泽言 但没掀起风浪 风波过后 贺泽言意外涨粉几十万 至于黑粉 维持正常比例 我恢复力气 感谢幕后人 谢谢你 她秒回 我可以帮你救你女儿 看到这句话 我心惊不已 她到底是谁 可以操控舆论 也监视着我和宋雨薇的生活 现在是她帮我 以后呢 我猜不出她的目的 删除短信 单方面拉黑她 陶陶还小 我不愿意 她再面临威胁 我每天顶着黑眼圈 盯紧贺泽言的各种数据 一切好转 贺泽言参与的电影卖作 宋氏股票回升 慈善晚宴那天 我特意找造型师 做了装发 陪宋雨薇出席 并叮嘱赵璐 要把握时机 营销贺泽言 目前电影大火 贺泽言不能营销 每天冲赵璐发脾气 宋雨薇也想提升 贺泽言的商业价值 赵家阵仗很大 媒体记者不少 我全程扮演成功 女人背后的男人 专心陪宋雨薇应酬 工作都交给赵璐 方总 过奖 一道温柔女生 突然钻入耳膜 幕后人见我时 我格外依赖听觉 对她的嗓音印象深刻 我瞬间认出来是她 转身 寻找声援 她应该在喷泉附近 可惜人太多 我没见过她 不知道是哪一个 宋雨薇恨我 囚禁桃桃 是在名处 我能通过满足 宋雨薇的要求 换回女儿 但幕后人不露真容 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 我怕她针对陶陶 甚至无从避免 我在宋雨薇耳边低语 我想去看喷泉 宋雨薇寒暄结束 洋装轻腻 唇擦过我的脸 待会看 快开始了 她声音温柔 实际暗示我配合 知道了 没几分钟晚宴开始 我心不在焉 忍不住想那个女人 称歌 大部分吃瓜群众 已经相信 贺泽言是被冤枉的 我买她演戏认真的热搜 顶起来了 赵璐实时反馈 我着急讨好宋雨薇 将手机推到她面前 低声 看 等结束 她盯住拍卖品 随口敷衍 我只好拿回手机 中途 我去洗手间 赵家装潢走富贵风 光一楼腾出的洗手间 就金碧辉煌 我刚进去 就有人把我推到隔间 把我反锁在里面 我拍门 谁 没人回应 我拿起手机 翻通讯录 按照我今天幸福人夫的人设 我应该找宋雨薇 犹豫几秒 我给宋雨薇发求助短信 她没回我 光当 剧烈的摔门声突然响起 紧接着是男女交错的呼吸声 他们应该再接吻 然后干别的 雨薇 露晨女儿已经五岁了 你什么时候跟她离婚 六年前 她不知道骗过多少无知少女 不像我 初恋是你 是宋雨薇和贺泽言 这又是宋雨薇的报复 想到生死未卜的陶陶 我放弃求救 面无表情地听他们亲热 宋雨薇话少 但我能感受到 她对贺泽言的喜欢与纵容 忽然 贺泽言说 雨薇 我给陆陶做了配型 她可以给澄澄捐心脏 贺澄澄对外 是贺泽言的弟弟 其实是贺泽的儿子 她有心脏病 我同情过 常年躺在医院的小男孩 可贺泽言是人吗 我女儿健健康康的 凭什么为她儿子去死 我怒吼 贺泽言 你休想 几乎同时 宋雨薇严肃地说 贺泽言 这个不行 我看到希望 开门 宋雨薇 你把陶陶还我 健健康康地还我 你答应过的 她说 我不会让陆陶死 但她说完 就和贺泽言离开了 我根本不敢信她 我气狠了 甚至想和宋雨薇 同归于尽 凭什么 当年她认定我 害死她闺蜜 沈烟烟 就阴魂不散地折磨我 贺泽言要害死陶陶 她就这么宽容 我情绪崩溃 疯狂砸门 你现在要我帮你救出女儿吗 那道熟悉又陌生的女生突然想起 我十分戒备 你这么帮我 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她说 贺泽言很爱贺澄澄 她这次提议失败 不会惹怒宋雨薇 但会盯上陆陶 万一陆陶死于意外 你觉得她有没有办法得到陆陶的心脏 你别胡说 我虽然反驳她 但我相信贺泽言为了贺澄澄 会不择手段 当年贺泽言陷害 我才成了害死沈燕燕的唯一嫌疑人 这三年 我给她打工 也想找证据 警方没有判定我有罪 宋雨薇单方面判我死刑 我一直相信 只要我能让她放下仇恨 我是可以回老家 安心养女儿的 没想到 我快要成功离婚 贺泽言这条毒蛇 盯上了陶陶 她安静地等我做决定 犹豫很久 我问 你会保证陶陶的安全吗 她笃定 会我妥协 求你帮我 她很满意我的态度 笑声温柔 你放心 我恨宋雨薇和贺泽言 不会害你和陆陶 学生时代 宋雨薇仗着宋家千金的身份 形势嚣张 得罪的同学很多 接手送事后 她因为性别多次被刁难 她也是用雷霆手段镇压 更是狠狠得罪不少人 而贺泽言混娱乐圈 尚未手段不光彩 树敌更多 他们有仇人 很正常 但我不会完全信任她 她帮我开门 我走出隔间 终于见到她的脸 我忍住拍照查她身份的冲动 直勾勾看她 她突然点起脚尖 亲了亲我的下巴 短暂碰触一秒 不等我躲 她已经后退 我 算了 就当被狗咬 大概她恨宋雨薇 征服宋雨薇的坠序 对她来说 也是践踏宋雨薇尊严的一种手段 我不介意被利用 只想就回淘淘 前后被困两个多小时 晚宴已经结束 宋雨薇没等我 我打车回家 路上我给贺泽言发微信 贺泽言 你儿子还有时间 可以等到合适的心脏 你感动我女儿 我就告诉宋雨薇 贺诚诚是你儿子 你以为她查不到吗 我骗她我就伺候过她 她愿意信 路称 她只是恨你 贺泽言的话让我心寒 此前 我居然期待 宋雨薇会履行承诺 还我女儿 是我低估了她对我的恨 我开始等那个女人联系我 手机改密码 置顶她的手机号 半个小时后 我身心俱疲回家 宋雨薇门神一样 守在玄关处 我没好气 你怎么不去陪贺泽言 她态度更是巨傲 看你死没死 我不想和她吵 换鞋 绕过她往里走 她忽然拉住我的手 语气暴躁 路称 你不信我 我说 你把桃桃送到我眼前 我就信你 宋雨薇冷笑 用力甩开我的手 是你害了沈烟烟 是你在婚前有私生女 为什么你要用那种我无药可救的眼神看我 无可救药的明明是你 我很平静 对 是我 宋雨薇终于扔给我一串钥匙 陆桃在我城西那套别墅 陈姐在照顾她 床头柜有三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你记得签字 我们明天去民政局 我非快交代完 穿回鞋 钻紧钥匙 真心地说 宋雨薇 谢谢你 谢谢你没有伤害陶桃 宋雨薇别开眼 语气恶劣 滚 别再回来 我赶到别墅 顺眼惺忪的陈姐帮我开门 领我去二楼主卧 陶桃不见了 陈姐惊呼 我冲进卫生间 一眼看到底的狭小空间 并没有那团小小的身影 怎么会 晚上我给她讲故事 看着她睡着的 我锁了房门的呀 怎么就丢了 孩子这么小 别出什么事 陈姐边找边碎碎念 每念一句 我的恐惧就深一分 我和陈姐找遍别墅每一个角落 被迫接受孩子失踪的现实 楼下客厅 陈姐颤抖着报警 跟警察说明情况 我打给宋雨薇质问 宋雨薇 你对陶桃做了什么 她愤怒 我没动过陆桃 宋雨薇 陶桃在你的别墅失踪 你心爱的贺泽严 等着陶桃的心脏就贺成成 我不怀疑你 怀疑谁 我说了不是我 宋雨薇吼玩 抱了粗口 我声音颤抖 最好不是你警察来时 我激动地说 贺泽严最有嫌弃 她要害我女儿 你快去调查贺泽严 我的话被并认为是有用线索 他们去找贺泽严了 我知道贺成成住在哪个医院 哪个楼层 哪个病房 一行人浩浩荡荡去贺泽严家里时 我悄悄去找贺成成 万一他们找不到陶桃 我得控制贺成成 然而 我扑了个空 陶桃失踪的第三天 我接到宋雨薇的电话 让我去医院见陶桃最后一面 我饿了三天 冲到太平间时 险些晕倒 但不影响我扯住宋雨薇衣领 第一次删她耳光 生死历劫 宋雨薇 你还我陶桃 是你害死她的 是你和贺泽严害死她的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她用力推开我 你冷静点 陶桃是被人贩子拐走的 证据确凿 是 是我把陶桃抓来的 可你骗我在先 我已经把钥匙给你了 要怪就怪陶桃运气不好 贺泽严又有什么错 她是无辜的 贺诚诚更无辜 我甩开她的手 宋雨薇 你根本不是 要我见陶桃最后一面的 你是要我签字 要我同意 把陶桃的心脏给贺诚诚 我不同意 宋雨薇 你会后悔的 宋雨薇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会后悔 害死陆桃的人贩子 已经受到惩罚 你作为她的父亲 可以决定她死后的价值 你可以恨贺责言 但你不能恨贺诚诚 她义正言辞道 我看了眼四周 是不是有摄像头在拍 所以她要作秀 没有摄像头 是她觉得 我无辜死去的陶桃 必须救贺诚诚 我忽然冷静下来 宋雨薇 如果我说 陶桃是你的女儿呢 不可能 她同样冷静 我没生过孩子 我又问 如果你在逼我签字 我跳楼呢 她说 你不会 我笑了 她似乎觉得 成功说服我 递给我纲笔 让我在捐赠医院书上签字 我签了 宋雨薇 再见 这次永别 此后 我想起你 都是浪费生命 她睫毛抖了抖 终究陪着痛哭流涕的贺泽言 等贺诚诚 做心脏医治手术 贺诚诚 做手术时 我从医院顶楼跳下去 我没死 在万米高空 我看着保存在手机上的视频 第一份 贺诚诚手术成功后 宋雨薇终于问起她 并不关心跳楼事件 得知是我 她一反常态地 冲到只剩一滩血迹的现场 嚎啕大哭 大概是跟我说对不起 我没听清 但她哭红眼的模样 应该舍不得我死 第二份 她收到一封匿名快递 里面有她逼我找的真相 害沈烟烟的凶手 不是我 是贺泽言 宋雨薇果断把证据交给警方 在我的墓碑前痛哭 第三份 是宋雨薇最信任的律师宁卓弟 给她一份亲子鉴定书 她和陶陶是母女关系 宋雨薇当然不信 疯狂砸东西 宁卓冷酷到无情地看她发泄 最终 宋雨薇问 陆陶是当年被流产的胎儿 宁卓点头 宋雨薇顿时红了眼 她应该很后悔 纵容贺泽言 基于陶陶算计陶陶 逼我签字 把陆陶的心脏 捐给贺澄澄 可陆陶已经变为一泡骨灰 我也刚知道 陶陶生物学的母亲 是宋雨薇 六年前初恋 母亲病薇 她没告诉我怎么筹钱 但她母亲病逝后 她大了肚子 我没追问 她难缠死了 我许诺会将陶陶 当成亲生女儿 我现在才知道 她是帮人生孩子 显然 女方是宋雨薇 后来她死了 宋雨薇也查不到什么了 如果我和陶陶死了 宋雨薇的后悔 对我们来说 一文不值 如今也是的 我不会让陶陶知道 宋雨薇是她所谓的母亲 反正 凭宋雨薇的本事 想要个孩子轻而易举 但陶陶在我这里 是唯一的女儿 难过就别看 女人声音照旧温柔好听 白皙漂亮的手 抽走手机 盖在桌板 我想要拿回手机 她抓住我的手 你还想她 语气隐隐不悦 我忙说 沈烟烟 我选择跟你走 你还不明白吗 因为陶陶的身世 我和宋雨薇 非常有缘 但我和宋雨薇 终究是有缘无分 我因为陶陶自卑 一直拒绝她 我终于舍不得推开她时 贺泽严用沈烟烟的死 彻底摧毁宋雨薇 对我的信任 三年婚姻 不过是她对我的报复 最令我心寒的 是她逼我签字 捐赠陆陶的心脏 她永远在包庇贺泽严 而我这个罪魁祸首 受什么罪 都是罪有应得 我对宋雨薇死心 彻底执行 沈烟烟蓄谋已久的报复计划 当年贺泽严为嫁祸我设计 沈烟烟出车祸 她不仅毁容 还数次命悬一线 她恨贺泽严 也恨不调查真相 纵容贺泽严的宋雨薇 沈烟烟说 她很爱我 比宋雨薇更早 比宋雨薇更爱 我和沈烟烟匆匆几面 最初对幕后人士好奇 确认身份后 是惊讶和唏嘘 谈不上喜欢和爱 但我相信 涅槃重生的沈烟烟 会让我和桃桃远离宋雨薇 我明白 沈烟烟轻轻吻我眉心 来日方长 明白什么呀 桃桃从洗手间出来 走动间 两个小舅舅轻晃 笑起来 右脸露出小酒窝 又甜又治愈 我连忙推开沈烟烟 抱起小团子 抽出纸巾 为她擦拭湿漉漉的小手 揉声打 明白你喜欢沈阿姨 桃桃黑葡萄般的双眼 灵动看着沈烟烟 甜声声道 是的 我喜欢沈阿姨 话落 她用脸蹭了蹭我的 甜甜撒娇 但我最喜欢爸爸 桃桃喜欢沈烟烟 畏惧宋雨薇 也注定我和宋雨薇 有缘无分 往后 我不会再浪费生命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